歡迎收看 本節目節目會 從小呢 不管是老師 媽媽 爸爸 所有人跟你說 要當一個有禮貌的小孩 是 謝謝 對不起 要常常掛在嘴邊 沒錯 但是 我覺得現在好像是時代不一樣 還是我老古板 我覺得 現在好像沒有這麼注重禮貌 而且很多以前該有的禮貌 好像也都沒有 現在感覺好像 注重禮貌是老人 對 對不對 就覺得你很古板 像以前我們在攝影棚的時候 像洪哥這種分量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站起來 真的一定站起來 現在我們站在旁邊 站很久 都沒有人站起來 因為我們也沒地方可以坐 對 而且譬如說 便當來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絕對不可能先吃 對 一定是要先拿給前輩去選 選完之後我們就照順序 才去拿 而且剛剛兩位女藝人 也同步說 對 就是同步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來請西路名朋友 來聊聊到你們的國家 有哪些禮貌是一定要注意的 有些是在台灣做事很有禮貌 在你們國家是不禮貌的好不好 就是覺得時代不一樣了 覺得以前的禮貌跟以前 跟現在的禮貌好像 不太一樣了 凱蒂 我覺得很明顯 尤其是 有了智慧型手機之後 就改變了很多 我記得還沒有手機之前 你就是要打電話給人家 隨時都可以打 但就不知道他會不會接電話 就是了 但現在就是 你要打電話給人家之前 最好是先 傳簡訊 問他們說 你現在方便講電話嗎 對 因為你用手機 手機是常常會打斷我們 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先傳一個簡訊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些人很喜歡傳簡訊的時候 就是 不行嗎 因為如果我要回看訊息的話 我很難找 如果他們留語音的話 我很難找 沒有文字 對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是超愛留語音 然後他們很不喜歡 一直看字 可是我是會一直打字 然後他們每次留很長的語音 然後我就 留很長的文字本 然後他們說 你怎麼寫那麼多 我說你怎麼留那麼長 對 有時候我要聽重點 可是你前面沒有講這個 重點可能在四十幾秒的時候 對 你說要聽到四十幾秒才有 你用看的時候 也要看到第五行 第六行 可是看得比較快啊 你不用看的都聽中就好 聽真的可以加速 沒有... 但是...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 有時候聽的也是很不方便 對 而且你... 如果你要找關鍵字的話 很好找 你就打那兩個字 就可以找出來 語音怎麼找啊 等一下我們聽年輕人怎麼說 來... 你先講一下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朋友非常喜歡 用那個語音 對 有一次她講話講了 大概七... 七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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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分鐘可以講很多耶 超兩種歌 對 我覺得 聽她聽... 聽了... 我就開始... 我就想回答 因為太強了 我就開始跟她聊天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我覺得 現在很多人都會用手機打手遊 所以你... 別人剛好在一個重要關卡 你打給她 哇塞 被罵 我超常因為這樣子被唸 所以我現在都說 不好意思 方便打給你嘛 她就說 再給我五分鐘 我說好... 五分鐘 對... 我覺得先問是可以的啦 對... 我也有一次打電話 很重要的事情打電話給我老婆 我就奇怪 為什麼接了又掛掉 我說你到底在忙什麼 因為重要 我要跟你講很重要的 一個通告的事情 真的對不起 因為我剛才正在打電動 對不對 對啊 我說 你沒有把電動切掉 你把我的電話切掉 對... 沒有導致很怪啊 對... 所以我一看以後 就會看到我的電話 他馬上就要接 對啊 因為我覺得你打 就是一定有幾次 對啊 才會直接打的 對 沒什麼事 你先傳簡訊問候 所以以前禮貌跟現在 完全不一樣 對啊 但是現在更年輕的人 我覺得真的沒有禮貌 像是 在社群網站 有些人會跟我說 我是模特兒 你可以跟我分享 或者介紹一個模特兒的經濟公司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跟你介紹 對啊 而且很有禮貌嗎 對 我們不認識 你也沒有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也沒有說你好 對 你什麼都沒有說 為什麼要跟你介紹 是 我們有時候常常也會接到 那電郵是什麼 某某某學校要畢業 對 然後說你好 我是某某某學校 我們要畢業典禮了 那請你錄一段影片 錄一段祝賀影片給我 我在幾月幾號幾點前 對 寄到這個電郵 好多 我認識 真的 你是我母校就算 好像應該的一樣 我不認識你 多一點 一個人跟我說 我可以找你當教模特兒嗎 我沒有回他 教模特兒 教… 教模特兒 教模 我就沒有回他 今天他就給我這個 我很好 我很好 好不禮貌 超沒禮貌 超沒禮貌 真的沒有禮貌 你就學費用二十萬 我就跟他說 我有經濟工程 你如果要跟我合作 我就 其實我覺得這算 滿沒有禮貌的 真的沒有禮貌 有收到一個 也真的不認識 他就說 什麼語 對啊 他就寫後天我生日 我說 什麼一句 你是叫我幫你唱 生日快樂的歌 他說 我知道了 那我要怎麼跟你講 因為他們也不曉得 為什麼 你是要我祝你生日快樂 還是我唱 生日快樂的歌給你 所以不是朋友 是陌生人 就是陌生人 那時候我十六歲 然後我認識其他模特兒 他們年紀比我大 然後我當然很尊敬他們 尊敬 尊敬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年紀 沒有比我很大 但是我還是要 因為他們的經驗比我多 然後我會跟他們學 然後我就會他們聽 他們說什麼可以教我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像是十五十五六歲 我們最近一起出去 實境的時候 或是工作 然後一個女生 就是我們結束的時候 他就看到我又帶一個明白的寶寶 他就看著我說 哇 你賺那麼多錢 你可以買那麼貴的寶寶 我就覺得 好沒禮貌 為什麼你要這樣跟我說 真的沒禮貌 因為我 因為可能我們的年紀沒有 看起來我們差不多 但是我比他們大 很早就入行了 對 然後我也開始工作很久 然後為什麼我不能 讓我自己開心一點 對啊 有個爸爸有什麼不對勁 對 蠻私利的靠仗自己 我覺得真的很禮貌 對啊 因為這是我家最便宜的嘛 我要講那個 日本的賀年卡的事情 你們還在寫賀年卡 對 其實日本還有寫 手寫這個東西 手寫 基本上就是印出來的東西 然後如果是中央的人 這還會寫 還會就是加一句話 光記賀年卡就有講 日本人真的很喜歡 類比的東西 這不是那個數位的東西 很喜歡就類比的東西 那日本的賀年卡是明信片 然後就1949年的時候就開始 然後呢 到2003年是每年是賣了很多 然後2003年的時候 賣了一個冬天喔 一個跨年的時候賣了 44億的 所以這樣平均的人就寫了 對 一個人平均寫了 三十五 三十四 對 但是呢 後來就是慢慢的是 E-mail就取代 或者是那個LINE 對 好像環保 那好像是去年 2021年是就變成 還是就是滿多的 19億 那還是什麼 19億好多 19億 所以我覺得 雖然就這樣子慢慢的改變 但是我覺得 日本滿重視那種傳統的東西 對 因為手寫的感覺 比較有溫度的感覺 對 而且你們每年賀年卡都很漂亮 對 很累啊 我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每年是寫了六十七十張 然後我離開日本之後 一張也都沒寫 因為像台灣人是過年就送禮盒 所以你只要付錢就好了 對 但是你們會寫賀年卡 對 所以沒有壓力 很有心意 對 我也覺得現在越來越沒禮貌 然後LINE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非常沒禮貌的亂題 我真的覺得是 而且在台灣是很可怕 因為在公司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用LINE 現在幾乎 你沒有用電話打電話給別人 就是用那個 幾乎都是這個聲音 然後公司真的很可怕 因為 這個你 而且 我覺得還沒禮貌 因為不會說 你好 今天早安 不會 就這樣說 睡前開會 等一下我需要那個什麼 報告什麼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像那個公告欄的 對 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滿可怕 然後我截圖也是 比如說你說 你不要說謝謝 你就寫一個謝謝 的那個圖案 我覺得這個 可能大家都覺得可愛 但是其實 沒有禮貌 因為 真的喔 其實以前都這樣 但你們講過之後 我其實心裡有很多壓力 對啊 好用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重討 我也是 但是因為 已經習慣台灣這樣 但是基本上 但我們不是沒禮貌 可是那是表達友善 對 今天晚上加菜 Oh yeah 方宇有類似的經驗 然後或者是說 那個文字的回覆 我覺得就是 其實很沒有溫度的 比如說朋友可能 例如上一次 我有朋友約我去她家 一個聚會 那當天我剛好有工作 我就覺得 如果我要回跟她說 不行耶 我當天有工作 我覺得回這幾個字 很沒有禮貌 我就是不是要拿起來 就是聲音這樣講說 我跟你講不好意思 其實是什麼什麼什麼 怎樣 我真的不能去 於是我就立刻 她一傳來 我立刻打給她 她說我不能去 立刻沒有接 她說立刻沒有接之後 下一秒我就收到她的回覆寫說 我文字來 妳文字回就好了 蛤 就是我就發現 那個沒有禮貌吧 你們有很不熟嗎 對 應該很不熟吧 挺熟的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好像很多人都有 這個通話的障礙 就是聊天的障礙 例如呢 我有一個藝人朋友 他呢 就是要跟他的經紀人解約 於是呢 他就覺得這個解約的 這整件事情 我應該要電話 對 比較有禮貌 當然呢 不然傳訊息 會不會傳很久 很不行 你怎麼可以一個文字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合作到這邊 於是呢 他就打了電話給那個經紀人 然後就說要解約什麼什麼 當下那通電話 經紀人的反應就非常冷淡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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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通電話 講不到兩分鐘吧 就掛了 掛了之後 他收到經紀人 傳來好長的訊息 就意思說 以後這種事情呢 我是因為要對你好 我才跟你說 你不可以直接打電話 跟經紀人講這種事情 你應該要文字 你是故意給我難看嗎 你故意要在電話裡面 給我洗臉嗎 小太多了 感覺好像就是我對你很不好 你要跟我解約嗎 我朋友才嚇到原來 就是怎麼會這個點 不是因為他滿快的 不是 經紀人也不要合作好了 沒禮貌 而且我覺得現在傳簡訊 已經變成一種日常 但大家傳簡訊之前 看一下現在幾點了 對 有時候半夜你已經要睡了 然後那個手機就 我在想說 到底什麼重要事情 沒有 就這些廢事而已 我今天凌晨五點的時候 就收到一個簡訊 一個朋友傳來跟我說 我那天跟你講的事情 我講錯了 不是那個人 是這個人 你也有講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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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回家說OK 然後他又回 他回說 欸 彥均哥 這麼早有打擾到你嗎 就他說 彥均哥你先睡覺喔 我要去拜拜了 然後吵起來了 傻眼 很可愛 很可愛 真的 所以現在就是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踩到雷 所以什麼事情是在你們國家 做很OK 很有禮貌 在台灣是不太有禮貌的事情 像緬甸我們在餐廳啊 比如說啤酒屋啊 我們引起就是服務生的注意 我們會這樣 就會這樣子 然後發現台灣人是說 這樣子 那你叫小狗怎麼叫 小狗 這樣 而且我們是叫雞是這樣子 就像青的一樣 就是這種 但如果那個地方很吵 你怎麼掉下來 而且你怎麼可以做這麼大聲 我就沒辦法 那會不會服務生過來的時候 旁邊的狗狗也一起過來 台灣的狗位 台灣的狗位 但是我發現台灣 台灣這樣叫是沒有禮貌的 台灣就說是叫 阿貓阿狗的 對 我們年代沒有很多 下午就是那種有啤酒屋很多 你走去你就走 你沒有進到店裡面旁邊 你就會聽到這種聲音 是嗎 對 然後叫這就是叫服務生 引起它的注意這樣 而且我也不會說去拍 拍肩膀 我覺得肩膀是沒有禮貌 那拍腰呢 屁股以上都是神聖的標誌 那拍小腿 你會去拍腰 你還叫你 還要再蹲下來 這樣叫你 還屁股 所以說我們要引起服務生注意 就簡單就是 為什麼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輕輕 這個聲音很小耶 對啊 原部這樣 還比較大聲耶 也可以 也可以 其實很沒禮貌耶 你這種道理 超不禮貌的 你這樣還是不禮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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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發出一個聲音讓它 對 讓它引起 就是引起它看 你轉過來這樣 而不是頭是這樣子 對 好討厭 超堅重 好 對 這對台灣的確是不行 完全不行 但是我這個也是台灣人 也覺得是沒禮貌的 像去泰國的餐廳裡面 你走進去 去坐下來 那服務生就會 直接拿著菜單 就會跟在你後面 就在你後面一直在等 你就這樣子 有時候就會敲 他會一直敲那個字 對 有時候他也會敲字 但是他有時候就站著等 就是在等你說 點菜 如果是要等一下 他也會在那邊 等一下才不會走開 他也是在旁邊 對啊 好逼人 壓力好大 對 壓力好大 可是我們覺得 這是很有禮貌的 他不會離開 等你點完 他才會離開 他的工作 對 那我們如果要考慮很久的話 會不會對他很不好意思 沒有 他也是會在那邊站著等 那他就沒有時間 服務其他客人 對 因為我們的餐廳可能 因為我們是靠服務費的 所以你這是要服務到位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台灣就很不合理 服務真的很不好 每次要吃飯 我要點菜 把菜單給你 自己看 我要點菜 我要加水 我要這樣 我要那樣 累死人了 怎麼會 所以你們那個點完菜之後 點完菜之後 他把菜單拿給廚師之後 他會在桌子旁邊 看著你們嗎 對 我跟你講說 他會在旁邊 看到你的酒沒了 他就趕快幫你倒酒 酒沒了 你要不要再加點 桌邊服務 要不要加點 關你什麼事 沒有 就跟你怕你還要不要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種很好的服務 可是你在台灣吃 你叫到一天要等服務生 一直在找人 因為有時候我們吃飯 我跟我朋友吃飯 我們會講很私密的事情 他會通常在旁邊 講八卦 講別的壞話 他們都會跟他們的服務生 其他桌聊天 所以我就覺得 台灣真的收10%的服務費 就很不合理 那我們那天 服務費是隨便你給不給 他們也沒覺得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這是服務到位 我知道 因為在泰國 小費文化其實還滿那個的 對 台灣比較沒有小費物 都會比較多一點 可是這才叫服務 好 明白 法國很重視打雜負這件事 像如果在台灣 你要去看那個醫生 那個連鎖劍那一種 你就進去 然後把你的健保卡給櫃台 就不用說話什麼 然後你就去做 但是在法國 如果你就這樣的態度 都沒有完全不開口 這樣你活該了 因為真的是要跟大家 所有的人在裡面說你好 就是護士們嗎 不... 跟旁邊一起 對... 你要說你好 你好 我掛一下 好 不好意思 這樣子嗎 不要 你們有這麼有禮貌 你就說你好 然後你就要看 大概看一下那個 每個人眼神要對到 你不可以進去 然後放櫃台 櫃台是一定要說你好 不可能沒有說你好 你沒有說你好 他可能肩膀卡也不會拿 如果他真的很不舒服 抱歉... 抱歉... 對... 第二不管怎麼樣 你也說抱歉很不舒服 然後旁邊的這些人 也是要跟他們說 因為你要坐他們旁邊 你不可能假裝沒有看到他 法國師真的是很重視這個 這個是代表是釋放善意 對 好的 那有沒有台灣什麼樣的禮貌 讓你覺得奇怪 我覺得有這個禮貌 我就是有一點困難 就是你在家裡看到長輩 你就是一定要叫 我也好不會喔 我覺得尊重長輩 是很重要的事情 沒錯 我也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因為中文的那個 成為也太多了 比方說過年的時候 我都會跟我的家人 就是我們在客廳裡頭 就是在打電動 什麼瑪利歐賽車什麼之類的 然後一個長輩走進來 大家都要停下來說 誰...你好 但在講你好的時候 你的那個上面的人就死了 真的 你不能再等我五秒鐘嗎 真的 就很壓力很大 阿姨妳就不能匍匐前進嗎 對 真的 妳已經講到我了 還怕影響那個講義 還要在那邊搶說 他是舅舅還是叔叔 還是什麼GF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 就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大家主要聚會 應該是給他們發個T恤 我是二屬公 沒有... 但是每一個都一樣啊 對啊 叫我帥哥就好了 所以每次有長輩走過來 我就會在我媽旁邊說 他是誰 叫什麼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爸爸媽媽們 超級厲害 因為他們都會記得要怎麼叫 第三大人怎麼走 他們怎麼進去 簡單的記一下這樣 不要說剛剛那個齊惠 他女兒來了 我看她說好可愛喔 然後他... 齊惠就說 跟他女兒講說 叫阿伯 這就很遜 阿伯就表示我比他老公還大嘛 對啊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啊 對 但是他女兒很厲害 他女兒叫我哥哥 好簡單喔 好簡單喔 我說叫哥哥就對了 你看你媽媽都沒有人緣 沒有 我完全沒有交過他 但是我有時候跟他就說 例如說想 因為就是像洪哥一定是阿伯嘛 怎麼樣 叫他哥哥 對 不禮貌嘛 奇怪 然後女兒就說 不是 他不是阿桑 他是姐姐 然後那個阿桑都超開心 心花那麼棒的 對啊 我女兒都叫他影帝耶 真的嗎 好可愛喔 影子的弟弟 是不是 像台灣結婚 會問說 你要不要來 對啊 來幾個 對 但是在我們緬甸是不會問 我們要結婚 我們就發喜帖了 然後來幾個 我們絕對不會問 你問來幾個 如果像我 你問我來幾個 我原本想說 老公小孩一起去 問來幾個想說 是不是怕我多去 我只能敢講一個 對啊 就怕你多來 對啊 因為這樣 很難算 位子會比較好安排啊 沒有 我們緬甸就是不會問你 然後就是發 看你來幾個都可以 那你位子要定幾個 對 我們都是有第二批 比如說 先來的人就先吃 因為我們都不會問來幾個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來幾個 就是在後面比較晚 來一點的 沒有坐到位置的 我們就 然後第一批吃完 我們第二批再上這樣子 對 那我要幾個招 你們不會有敬酒的問題嗎 也有啊 敬酒 敬完一批 再來敬一批啊 我們就是沒有聊啊 新娘... 就哈囉 謝謝... 你們來敬一個酒 下一個就敬一個酒 或者是 乾脆就是在台上 在台上全部一起 所以第一批離開的時候 每一張桌子要重新再全部 對...全部刷 全部新 然後再來第二批 是全部是新 那總共要有幾批啊 如果... 就看 如果你越批越多 表示這家是好賣的 就是很大的 那種中餐吃到晚餐這樣 沒有 我們就是半三天 新娘吃三天 就是... 對 然後第二天就是正式的 然後我們最少是八道菜這樣子 然後還有像台灣是那個什麼 男方跟女方訂婚 然後男方去女方家吃是 上到菜 魚子到魚子 就走了 男方就跑了 對... 想說台灣這個是有禮貌 尊重女方 然後是不把女方吃死的 對... 可是在我們緬甸眼裡來看 這個女方就是小氣的表現啊 怎麼男方好菜以上就不好了 你知道嗎 我們絕對是女方 一定要讓男方吃到飽 我們就是吃到 這樣一大包的那種 不會說是... 我們是有意義的 對... 就跑那種 對... 風俗真的差很多 那你們戴戒指 也會一次就戴進去嗎 對... 但是台灣發現說 會不會吃死死... 對... 台灣是不能就是讓他進去 對... 不能把他阿龍帶就對了 不能被他套除 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在台灣 你們喜歡吃大餐 就是很多人去餐廳那種 然後不是... 你不是總是認識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有幾個你會不認識 然後有一個人 我是幾個人有這個壞習慣 說幫你加菜 我覺得這個人是最煩的一個人 好... 你隨便把東西加到我的盤子裡面 也不問說我喜不喜歡 然後我發現最後是我盤子 是一個... 一個山 然後大家就一直看我 好像我是不禮貌 還是什麼東西好不好吃 然後服務生一直來說 東西不好吃嗎 所以我會一直有那個壓力 另外一個事情是用... OK 現在是COVID-19 所以很多人不敢用 自己的筷子跟湯匙去夾東西嗎 更空筷 但是有一個女生 我們兩個人去吃飯 有一個女生跟朋友就說 我也獨自餓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吃嗎 反正是那種場合 是大家就互相認識 但是我不認識他 我說沒有關係 我很大方 我找了一個炒飯 他用他的湯匙 他還沒用過 他直接夾到他的碗裡面 吃完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可以再加嗎 我說可以 然後 這個... 這個神經病 你知道他做什麼 什麼神經病 他用他的湯匙 蠟燭花炒飯 這是我的炒飯 我就跟他這樣 你在做什麼 他說 我要加 你不是說我可以加嗎 我說你可以加 但是等那個櫻子 服務生帶一個 公用的湯匙 他說我有沒有病 我有沒有很... 很上癮 這個有點... 他就... Oh my God 你不要那麼挑 那麼不愧 我說Oh my God 如果你要的話 你自己去買自己的好嗎 因為他是外國人 然後我就覺得好不禮貌 但是... 年紀很小 可能二十幾歲 年輕人 我就說你的宰不要來這裡 我是一個很大方的 但是... 你甜的那個湯匙 不要放棄 我像你湯匙 這樣就不好 不能夠 不管有沒有這個疫情 都不舒服 跟疫情沒關係 對啊 禮儀很重要 不過送禮物 要怎麼送也很重要 送禮物 所以如果有什麼禮物 在台灣是OK 在你們國家是 不受歡迎 不要送喔 小慧 像我朋友 他是泰國人 他跟台灣男生結婚 那他第一次 就是要回去娘家的時候 他就... 跟老婆娘回去 那他老公就說 這是第一次回娘家 丈母娘家 就是要帶一點東西 所以他就去挑了一個禮物 那他就挑了一個 送給他媽媽 那打開的時候 傻眼了 就說我不要 就直接把他東西 就聚收了 就聚收 就覺得就... 變臉了 很不喜歡這樣子 就說我不要... 因為兇針 在我們泰國 是不可以送人的 為什麼 不是不可以當聖禮物送人 因為兇針是 別在胸上 因為它是針 所以是在 媽媽的意思是說 我女兒已經嫁妳了 今天妳拿胸針 是好像來 就主揍我是說 把女兒娶走了過後 以後妳會對待我 很不好 對 所以就是這 看媽媽就聚收 胸針有時候 我們會別在那個 絲巾上面啊 這樣子 也不行嗎 胸口 沒有 都不行 我們是煎的東西 可是胸上是最重要的 胸針不能送太困難 對 好 喝了 就是一些那種 針對工作上 就是送 比較 財務有關係的東西 譬如說 像那種 水晶的那個 紫色的水晶 紫色的那個水晶 或是什麼那個 巴黎的那個 會滾的那個 會滾的那個 因為我在台灣 那個台灣人最喜歡的 因為我在台灣 生生不洗 對 七年前我自己開公司 那個時候就是 有一些人 送給我那個水晶 但是呢 我很想要把這個 自己的辦公室 盡量要 然後我再想也完全 這個東西不配 因為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的這些東西 那麼 這種 老派的 對 他們都是精采的 還有劇情的 才具能量 對 他們在教學 這個放這裡 這一定會有賺大錢 然後我這個臉都綠了 然後就說 謝謝 然後馬上就放在 就是一個櫃子裡面 然後你自己沒有辦法 把它收起來 所以你後來有賺錢嗎 還可以 OK 厲害喔 或者是我教你一招 你可以隔一個 小小小小小小的房間 專門放人家送你的東西 你就說 因為我覺得很珍貴 說我有一房間 專門放這些東西 殊不知是把它放在那邊 對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招式 了解 好 詩詩 我是就 兩年前 我買房子 然後我就辦一個派對 然後我這個朋友是 他其實他送禮物 在台灣的時候是送對的 但是在緬甸是不對的 然後他就送了給我那個什麼 那個杯子喔 對 杯子 一個一個杯子 吸的 還有油 吸背後的那個 這麼專業 送那個東西啊 對 別人家送達官 你會用嗎 因為這個台灣朋友是 他很了解我 我常常就是中暑 不舒服 我三不五就要刮痧 他就看到我 就覺得我要用這個 然後但是在我們緬甸 新家開派對的話 不可以送這個 因為這個是 想要詛咒我 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不健康嗎 這禮物我會喜歡 對 很貴耶 很不錯 來...那幫我走一下 我早知道 早知道 火罐 早知道就拿來送 因為這就很像是 你生日別人送你藥一樣 你就想說幹嘛 你就覺得身體差是不是 OK 了解... 阿醫三 在台灣我覺得很多人 喜歡送東西是說 我告訴你 我送給你這個 重藥 這個保養品 對身體很好 你吃的都會變好 什麼的 會對感好 器官 什麼胃 台灣人很喜歡送 但是在南非不能送 這種東西 保健品 因為有一次我們那個 阿姨被送了一個 對胃好的一個藥 然後他也是沒有吃 但是大概過了一段時間 他開始胃不舒服 就去看醫生什麼的 你知道我阿姨講好難聽 他說 你們揍我 因為你們 就是給我這個東西 所以我有這個病 他覺得說 因為被給了這個東西 你是把這個病找過來 你不是送福房還不會送 對啊 這位的 了解 就是說是一個 不好運 沒有 可能他不相信這個東西 放在他的腰上 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 我不喜歡信這個 所以發生了這個事 會造成一個 對 可能 所以他說是給他一個概念 對胃 所以便是說他生病了 一直都被被注重 好 我來台灣之後發現 我台灣朋友或者同事 他們出國的時候 他們都會買一大堆 可能鑰匙圈 或者什麼小鈴鐺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就是狂發 就是狂鬆 然後我覺得這個在美國 你是絕對不能這樣子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美國人會看 然後就覺得 這有價值嗎 對 對 就是因為你就會覺得 我該買什麼禮物給大家 所以就買了這個東西 隨便買的就對了 對 但美國 因為我們很重視 你送的禮物是什麼 所以你要有誠意 比方說 最近我收到一個包裹 我不知道 我阿姨也沒有跟我說 但是這個是我 美國阿姨跟姨丈 買給我的禮物 他們就是 最近去了一個 惡勒岡的一個市集 那個小市集 然後他們就看到 那邊有一個畫家 他把每一... 他去過的每一個城市 弄成一幅撲克牌 然後他就畫 52張 那一個城市的畫 然後他們就看到 他有來過台北 所以他們就看到台北 然後他說 凱蒂在台灣 他一定會很喜歡 這個就是... 因為它裡面就是有什麼 小籠包啊什麼 就是各式各樣的畫 他們就說 我們看到就想到你 就想要送你這個禮物 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美國人就會覺得 這個得很多分 不行 比較有意義 不能隨便送禮物 如果你就是為了送禮物 而送禮物 那就不行 不是啊 你要想說 如果是我們同事這麼多 有三十個同事 我要每一個買這樣子 對 我覺得再行 我覺得可以買一個巧克力 或是什麼 但在美國 我們不一定要送我們的同事 不一定要送全部啦 對啊 我可能在公司 我可能有三個好姐妹 什麼之類的 我送他們 但我一定會挑好 我一定會選好 要送給他們 首先是這些 然後其他人可以送你 其他人他們就 你去國外可以看照片嗎 這樣就OK了 做好 分享就好 對 不是要給禮物啊 好的 那我想在俄羅斯 我們不會管這些東西 像是你們在台灣會送紅包 我們在俄羅斯也會送一個 這種的東西 像是 禮券嗎 就是 像是卡片 比如說你如果朋友的生日 你當然會知道他想要什麼 可能他現在沒有錢 但是你會幫他 你就會錢放在裡面 然後在後面可以寫東西 然後甚至快樂 希望你會喜歡你的新的什麼東西 卡片 你不要oa 五百喔 很快喔 又不要 是你要講 這一個 但這個是⋯ 賣幣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 暈自重登呢 isons 紅包袋這樣給 對 還不錯啊 這新衣嘛 房間裡面放多少都是新衣 對 然後他會自己去買東西 放現金比較實用 好 那大家今天一整集講的 偷偷是到 感覺大家都是一個 很有禮貌的人 沒錯 然後也都很知道要送什麼禮物 不如我們來玩個 交換禮物的原則 交換禮物來了 那 雖然夾到了 待會兒呢 我們會用這個走...的方式 跟大家說 你是要拿幾號的禮物 然後等一下 要把自己的這個小人頭 踢在這個上面 最下面的 起跑點這邊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從 最年長的長輩開始 好 我們來長輩 謝謝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有規定300塊的禮物 對 所以是有金額獻比 我們排率算很高 現在全部都貼好了 對 那我們1號到10號禮物在這邊 謝謝 那抽到了我就來開 我從最這邊開始好不好 好 好緊張喔 這個是 千萬不要讓我抽到 奇怪 阿哈在這裡 對 好 走... 10號 10號 10號抽 很重啊 感覺不錯耶 很重 是誰的 這是我你的 這是我你的 我可以... 送大家 要不然就這樣有關 這給我解釋一下 來... 我送了一本帥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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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書 什麼書 這是什麼 這是一本書 珍珠奶茶的書 送給妳 謝謝 我很愛出耶 我很愛出 很愛出 你看 是個... 我看... 好棒喔 這好棒喔 還有一個杯子耶 有杯子 然後你可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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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喔 這麼慢的調味料耶 就是 很棒 恭喜 這個抽到300塊吧 我抽到300吧 我跟妳講 妳不要抽到我的 好啦... 先來抽到我的 詩詩 詩詩 LET'S GO GO... GO... 9號 恭喜詩詩 黃金 對不起 我配合妳把那種壞 這什麼 妳給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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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喜歡 多肉植物嗎 活的 活的 剛剛她把她連根拔起來 好可愛 她這個盆子 都不是手弓的 好漂亮喔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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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這樣 妳們知道這個 鑽蜂蜂很好吃耶 妳連花鑽蜂蜂很好吃 她等一下 好囉 恭喜 好 今天來到凱莉了 凱莉出發 哪邊 Let's go 去哪一邊 啊 漂亮 那是漂亮 她還在被我氣募 她還在被我氣募 我的天啊 這是誰送的 哪裡送的 把她送的 天啊 OK 我的天啊 原來是整個袋子 原來是很名牌的喔 對啊 她只是很特別 帶一吃 沒有 香水喔 不是 她是去餃子 英國的品牌 去餃子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 我可以買隨便的禮物 所以今年我全部 聽不懂 這個是肥皂嗎 她是... 好棒喔 對啊 不是海鹽 Sugar 糖類的去餃子 去餃子 去餃子 很棒 去餃子 接下來 來啦 拿到我們的隊伴 來啦 來 馬可德該抽到我的喔 真的嗎 6 6 6 好啊 馬可德 這不錯喔 萬一萬點把他承認 他都不是誰的 我就知道他會抽到我的 你抽的 籃子很好用 什麼什麼 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是有兩樣 打開 那個竹鳥的 竹鳥的 竹鳥 竹鳥 太厲害了 他剛好有在跑馬拉松 還有藥是不是 有在跑馬拉松 旁邊那個貼一下 很適合 骨手先 骨手先 大家都好用心喔 你跑過嗎 腳算就貼腳底這樣 對 會不會要這樣子 會把你的... 會把你的... 我手腳... 我手腳會拚人的 對 要去就這樣 一跑一跑 我現在就貼了去跑 恭喜 好 下次見啦 太好了 還有一號 五號 二號 八號 三號 七號 應該是七號 這個不是用紮的 這誰送的 我放心 不是我 這誰送的 這誰送的 這個買的 巧克力 明明你有東西嗎 因為三百塊很難買 我看是一疊 快點 手機 還好 巧克力 三塊的 超級 國師 國師的 好特別喔 我如果抽到的話 我跟妳換 好不好 我跟妳換 等一下... 等一下... 阿伯 阿伯 好 阿伯 換你了 阿伯 換你了 阿伯 出發 我現在不要做到棋惠的 就很好笑 棋惠什麼 我不曉得 他不曉得會送什麼 阿伯 第一 好重喔 好重喔 就成了棋惠的嗎 棋惠的 我直接跟你換 好重喔 這是... 妳好冷 拿打開 妳看是不是妳靠潛水 不是 打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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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有了 對 他每天都幫妳洗澡 不是 他帶人的還不用錢啊 不是洗碗的嗎 不是洗碗的 我跟妳說 這個是有向地球環境的 而且妳看 妳一邊洗碗 一邊把我看著我 我看著妳 我還要洗碗 妳看著我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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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禮貌 對 不要 禮貌 不要 快快洗啦 好 我們也可以 站起來啦 收著啦 好 三小出發 下出發 OK 很美的 誰咧 三小去哪裡咧 8 8 9 9嗎 我們自己 不要這樣 9 9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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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適合女生的 好美喔 你也喜歡 我剛看 那個 看那個號的時候 我說 我跟自己說 我要8號 太多了 很厲害 8號超級重 真的嗎 誰送的啦 小蝦 小蝦 好誇張 那是什麼 小蝦 5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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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2號 誰 5號 不是 不是 還有一個 我的天啊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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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5號 好輕喔 不是啊 又是一瓶耶 我好期待最大的 跟最重的 不好意思 讓你洗三瓶啊 一下是2號 2號超重的 應該是那個 太保溫啦 私私的 我比較想要 那個保溫杯 我猜是 魚露 魚露喔 保溫杯 這個 好實用 像現在的便利 好實用 很棒 不錯 2號 2號跟3號 3號 4 2號 5號 1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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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講 你去那邊 天啊 我怎麼可以 我怎麼可以 你這個要猜掉 你這個要猜掉 你這個都叫了 這誰送的 沒有啦 誰送的 這個 怎麼看 你送的 妳是把他放中的 你把錢來又帶來是不是 那飯國的水 飯到你 飯國的水蜜桃 飯國水蜜桃 這就是水蜜桃 水 飯國水蜜桃 水蜜桃 它是香 水 因為這個很香 崩石 煮你的 黃寶 他搶到 甚麼老師 鎑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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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的躲在浪縫 你躲在浪縫 要你把帽子拿下來 帶鎑鶏老師 好了 ία 鎑鶏老師 這個太好笑 他表演好小喔 來 阿咪 你看這種... 這是什麼 瓜哥 看看誰看 它是好用的 整個把它撕開 這個好酷 這我還想要 這不只三百塊吧 拿起來 真的 拿不起來 拿起來 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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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幫我們這樣舉一下 然後說槓鈴老師 我喜歡槓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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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會吧 你很會 很會 好啦 槓鈴 槓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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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 誰的 小慧的 小慧的 不錯 好厲害 好厲害 跟你們畫一圈 你看 好 好 好可愛 好開心 我們畫得深叫德鋪 今天大家都是非常的 很用心 整個禮物 每次一掌聲一下 好 謝謝 聖誕節快樂 謝謝 聖誕節快樂 今天今天要送什麼了 沒錯 送禮真的要送到新坎裡 對不對 那各國禮貌大家多注意 OK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聖誕節快樂 謝謝 謝謝 拜拜 訂閱 分享出去 嗚